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在现时这个季节 秋天里面我们怎样养生 怎样去保健 因为根据中医来说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保健方式 现在秋天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秋天的保健方式 有些东西我们不可以疏忽 有三样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记住 第一是忌贪粮 第二是忌过醋 第三是忌乱补 先讲一下忌贪粮是什么呢? 秋粮之后 昼夜的气温相差很大 是脾胃病高发的季节 特别是有汇洋患者更容易复发 所以这个季节应该格外注意 是调理你的脾胃 特别是有慢性的胃炎 十二指腸溃扬的人 要特别注意你的胃部的保暖 时时穿多些衣服 睡觉时记得盖皮 避免你冷掉肚子 引发你的肠胃的不息 同时会加重你的旧病 飲食方面 立秋之后不适宜再吃寒凉的食物 或者生冷的瓜果 因为秋瓜就坏肚 继续吃这些大量的瓜类水果 是容易引发你肚舍 或者大便不承认这些慢性的肠胃疾病 所以专家提醒我们 立秋之后应该 謹慎地吃瓜果类水果 脾胃虚寒 特别是应该禁 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 在秋天一定要少吃多餐 多吃些热的软熟的容易消化的食物 同时要减少油腻的食物 除此之外 为了增强身体各项组织 器官的免疫功能和抗寒能力 很多人习惯在秋天进行户外的锻炼 抽高气上去登高 根据秋冬这个原则 在秋季尽量少穿衣服 专家认为这样是有道理 但是我们不可以过分贪量 秋天早晚气温相差是有一个比较 我们应该根据户外气温的变化 来加减我们的衣服 运动的时候 记得不要脱外套的才去运动 要适量运动后觉得身体很热 这样才脱下你过多的衣服 运动的时候 记得你的衣服有汗又濕了 不要逗留在冷风之中 避免你身体容易冷 第二个忌就是忌过醋 大家都知道秋天很干燥 我们皮肤口角都会裂 喉咙会干痛 声音沙啞 有些人还会脱头发 口渴便秘一系列症状 这些我们叫做抽躁症 如果我们人体的抵抗力下降 是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的黏膜 不断受到忽冷忽热的刺激 令我们容易感冒 扁途腺发炎 气管炎 肺炎 呼吸系统的疾病 同时如果有慢性的气管炎 和敲转的病人 这个时候 事事容易加重他的病 所以在秋季特别要注意 养阴潤肺 在中医角度来看 最主要注意保持室内一定的温度 和湿度之外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 养阴潤醋功能的保健品和中药 来调养身体 例如花旗心、沙心、麦冬 食合肉粥这些煲一下汤 一般来说 药煲是不及食煲的 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可以多吃些雪梨 喝些蔗汁、马蹄、柚子、皮靶 这些有很好的 潤醋功效的水果 或者煲些银耳羹 多喝些蜜糖水 吃些芝麻糊 这些也很有帮助 达到滋阴氧肺 止咳化痰的功效 特别提醒大家 杏仁茶 帮助几位朋友 改善咳嗽的疾病 有时候煲多些 喝一下吧 第三 寄乱补 很多时候人家 开始凉 开始补了 冬天就更补多些 其实秋季是进补的季节 但是不是叫你乱补一通的 因此要注意 没有病的 是不需要补 有病的 才要补的 因为中医就坏了 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 虚者补之 不是虚病的病人 是不需要补药的 同时虚病也要分 有阴虚 阳虚 气虚 这个气血虚 几种分别 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 才能够保抑身体 否则乱补一餐 就会得其反 同时我们选择什么的补药呢 别人以为越贵 当然越好 越贵而且越保 所以买了也是二摩如刺之类 其实这些没有什么特别食料作用 反而我们平时吃的 番薯洋葱这些 竟然是值得重视的食疗补品 专家就说 凡食疗都有一定的物件和适应症 因此需要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 来确定你的药补 缺什么才补什么 不要用贵字来分 而现代的营养学观点就认为 饮食清淡不是不补 因为蔬菜类的新鲜水果 是有很多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来的 其实养生的关键主要是习惯 抄天养生格外要求人在喜居上做到 早睡早起勤运动这三点 中医角度就说 早睡是离养阴 早起是离书肺 你呼吸新鲜空气 能够令你的机体遵液充足 精神充沛 加强你的防御能力的锻炼 可以令身体的抗御机能得到锻炼 从而激发机能逐致慢慢适应寒冷的环境 是有利于避免很多疾病发生的 所以各位朋友 秋季的时候 你们如何养生呢 知道了之后 就不要乱补一通了 多谢你们的收听